HELLO 大家好 我是立正阿菲 有鉴于前两支讲解 街斗的影片都被伟大的YouTube给黄标 本来这个街头系列就要这样消失了 但是我决定要做最后一次尝试 讲人街头打架不行 我讲袋鼠街头打架总可以了吧 如果这一次在讲这个再被黄标的话 我干脆直接推出YouTube算了 好抱怨完了 按照惯例先来介绍一下比赛环境 从画面里面可以看到这是一片草地 其实待会就可以看到比赛场地 是在民宅住家旁边的一个空地 两位参赛选手在画面左方正用双手保持距离的 我们就叫他小代哥 右边这位就叫做小鼠哥吧 好的比赛一开始可以看到双方在近距离缠动 比较有身高避斩优势的小鼠哥 试图想要出拳攻击 但是可以看到小代哥在clinch的部分明显有很好的发挥 把小鼠哥的双手给控制得相当好 所以屡攻不下 小鼠哥决定先暂停攻势想要重整旗鼓 没想到这时就轮到小代哥的反击了 突如其来一波假拳真踢的上下攻势 打的小鼠哥是来不及反应 而反击得手的小代哥决定好踢一直踢 连续两发踢级得手 这比赛初期趋居下风的小鼠哥 这个时候决定豁出去了 直接冲进小代哥怀里想要一决胜负 可以看到小鼠哥这波推进力道很大 对手的头部是直接被推的往后仰 在趁着小代哥重心不稳的时候切入颈部的固定 虽然看得出来小代哥想要尽力的挣脱 但还是在近距离控制的力道上有段差距 受到对手尽力的抵抗之后 小鼠哥干脆把小代哥给take down 此次战局直接进入地面 但小代哥当然不想跟他以请记对决 抓到空挡逃离控制之后 站起来就是擅长的拳腿连击反击 直接往对手脸上招呼 被逼到场边的小鼠哥 被这几波拳腿反击给打得有点蒙掉了 差点站不起来只能往场边撤退 这个时候第一回合比赛刚好结束了 从第一回合的战局发展可以看得出来 力气方面是左边拥有超大胸肌的小鼠哥占优势 但是拳腿攻势的灵活度 当然是小代哥比较有发挥 进入第二回合战局会有什么改变吗 好的第二回合一开始小鼠哥干脆直接一路开进去 不让小代哥有拳腿发挥的机会 试图在角力控制上分出胜负 结果还真的受到不错的效果 给他抓到一个背后裸脚的把位 看起来切入角度很深啊 小代哥身体已经完全没有反应了 难道是已经被锁昏了吗 比赛难道就要这样结束了吗 结果小代哥还没认出啊 突然的奋力起身想要挣脱控制 当然小鼠哥绝对是不愿轻易放手 一个take now又把小代哥给带进地面 原以为两鼠又要在地面攻防 没想到这个时候比赛之间到了 两个回合下来呢 因为没有人被KO 所以比赛呢要进入判定 最后裁判阿飞决定比赛以1比1平手收场 感谢两鼠的奋力演出 好了先来讲一下这场比赛 为何最后会判定平手呢 因为在第一回合明显是全腿表现比较好的小代哥拿下 但第二回合小鼠哥战术调整得很好 不拼拳腿一开始就冲进去控制 在角力固定剂的展现上是扳回了一层 所以各拿下一个回合的状况下呢 这场比赛最后判定平手 而记录这场比赛的摄影师可以说是待在家里 就近距离欣赏到这场精彩的对战 如果未来有二番战画面释出 我们再来帮大家解说 好啦被黄雕逼到连动物打架都能讲 这系列未来还会不会有下棋呢 再说吧 最后别忘了订阅频道打开小铃铛 我是立军阿飞 更精彩的节目 咱们下次见啰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频道打开小铃铛 我们下次见